可以 跑道上全力衝刺 展現爆發力 墊墊腳步 預備調整好呼吸 這趟跑完再回頭檢視數據 2018年最速男 楊俊翰只以0.002秒些微差距 敗給日本選手小池又貴收下銀牌 不過眼淚擦乾 五年後重新再來 我自己個人部分當然就是盡力 因為比賽就是順循萬變 我覺得可以把自己的狀態掌握好 在比賽中可以體現出來 那才是最重要的 目標鎖定個人200公尺 和400公尺接力 田徑隊38人出賽是歷屆最大團 正中有標槍雙俠 鄭兆村黃士豐 台灣男神陳奎如 及跨欄王子陳傑領軍出征 而學弟表現也很亮眼 林玉堂 七月牙錦賽 今天一跳八公尺40 林玉堂飛越三十年前 乃惠方超高門檻拿下金牌 登上世界田徑總會官網 還直達奧運標 是我自己打標已經打標確定了 我就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打標啊 陪我去好不好 不知道自己去可能會滿無聊的 我看到玉堂跳出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 我就想 他竟然跳得到也既然破全國紀錄 那我覺得說 既然他人家做得到 為什麼我做不到 大宇宙奮力向前跑 平常練習 就是真的就是慘不敢投 真的是地獄式的折磨 打開 有… 室內夾客練跑速挑戰極限 彭明揚也跟上好朋友腳步 成都市大運400跨 跑出48秒62 打破高雄22年全國紀錄 攜手闖進奧運殿堂 其實沒有設定說一定亞運要躲台 但我給我自己目標就是 我一定在亞運上 我想要跑到483 48秒6還是在後半段對不對 48秒3的話可能在… 有可能 在奧運上搞不好也有機會 因為一點運氣的關係 跑到決賽去 亞運目標就是最好的話就是 能站在土台最突的地方 對 對 這是一定的嘛 依我目前的狀況的話 我覺得成績會再更好 就是不要受傷成績再更好 3 2 OK 教練評估這兩項目 有機會衝擊獎牌 至於什麼顏色要看臨場發揮 杭州亞運田徑隊被寄予厚望 場上老將新秀接力發揮